黑色手套不好看吗? 大家好,我是井匠 今天有粉丝邮寄来一部PSP3000 就是这位粉丝 让我帮他做成一副装表画 之前我做过一期PSP1000的拆解视频 为什么还要再做一期PSP3000的视频呢? 因为PSP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 一期真的讲不完 这回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PSP和它内部的秘密 2004年正是索尼PS2风头震惊的一年 无论是性能还是销量 无时无刻不在吊打任天堂的NGC主机 逐渐膨胀的索尼准备继续给任天堂来个一击必杀 上次你命大 今天我要把画幅杀个鸡犬不宁 抢占游戏掌机的市场 主要目标就是当时已经有过三次换代的任天堂GBA 这个时候次世代的掌机出现了 没错它就是PSP 索尼力求PSP可以成为一个集游戏娱乐 多媒体网络互联通讯等等为一体的超级掌上终端产品 可见野心有多么的大 踢掉任天堂的同时还想一并干翻同行业的所有公司 它可以连接摄像头拍照片 听音乐 看电影 因为当时的闪存特别贵 甚至还专门推出了UAMD电影别 游戏特效更是升级到了主机级别 专门还为PSP3000配备了麦克风 可以通过Skype进行免费的语音通话 浏览网页和RSS那更是不在话下 这么一台全能掌机 加上完美的破解和汉化游戏的诞生 在中国年轻人的圈子里 基本上就是人手一台 活得不行 但是在欧美国家PSP并不吃虾 任天堂在欧美国家有非常厚实的群众基础 所有的玩家只需要一台专业的游戏掌机 并不需要那些虚头八脑的功能 甚至PSP在欧洲发售的时候 只能作为玩具进行出售 而不是数码游戏类产品 气得九多梁木剑在办公室打发雷霆 命令手下一个月之内搞定这件事 所以最后的结局大家也知道 才上任不到两年的任天堂CEO 严田聪 我们的聪哥 在PSP发售前一个月 推出了NDS游戏掌机 给索尼来了个回马枪 带领着一堆霸王级别的游戏IP 将NDS推上了历史的神台 销量达到了1.5亿部 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游戏掌机 PSP虽然在中国没有赚到啥钱 但却成为了年轻人一代经典的回忆 今天还是老规矩 先拆了再说 手套好像买大了 下次换小一个 我们先来拆掉电池 后盖上好像还有主人的名字 就不给你们看了 电池1200毫安 3.6V 索尼的这个记忆棒 当时记得特别特别贵 16GB已经是天价了 这台机子一看就是没拆过的 原装的贴纸撕下来就废了 先拆掉背面的4颗螺丝 底部还有一颗螺丝 顶部有两颗螺丝 前盖就可以拿下来了 取下方向键和右边经典的索尼4键 下面一排功能键都是粘上去的 可以取下来 这个摇杆帽的包浆还算好 不过没几年的功夫也不会有这层色 我们把上面的L和R键先取下来 电源开关是独立的模块 方便后期更换维修 取屏幕之前先要把下部的电路板撬开 左边还有一颗螺丝固定 左边还有一颗螺丝固定 先这样翻转一下不要太用力 后面还有排线连接 屏幕也是从上往下翻转 排线都集中在下部 这五个排线先给它拔掉 屏幕就可以顺利取下 麦克风也是独立的一个模块 我们再来把左右两边的亨间电路和电源接口排线都拔掉 电源接口也是一个很容易坏掉的零件 更换起来也很方便 非常简单 两颗扬声器的位置也和PSP以前不一样 从底部改到了顶部 这样的设计会让你的耳朵离它更近一些 最后还剩下光驱的排线和摇杆的排线 都给它拔掉 摇杆的右上角还有一颗螺丝固定 侧面的一圈装饰条都是卡扣设计 没有任何交损 主板就可以取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图 PSP的架构还是很巧妙 它采用双芯片设计 两个芯片都是索尼自家研制 同时两颗芯片都包含CPU 最大功率都是333赫兹 但是其中代号为2995的芯片 除了CPU还有闪存和内存都封装在了一起 主要用于处理多媒体 另一颗代号为5029的芯片 则封装了CPU、GPU和VFPU 主要用于游戏的处理 两颗芯片的工作原理 类似于现在的多核处理器 但是结构不一样 这在当时的移动设备上技术还是很先进的 而背面则是把音频接口和WiFi整合到了主板上 这和PSP以前也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开始取后面的光区 先把下面的弹簧取出来 对,顶部还有个装饰条也给它取下来 再把盖子上的支撑金属片取下来 这里需要点小技巧 用翘棍插到左边的连接处 稍微用力 后盖板就取下来了 先拆掉4颗固定螺丝 背面还有六个螺丝 背面还有六个螺丝 这边还有一颗 激光头顺利取下 控制铁片转动的马达 还是一样清洗一下 今天拆的这部PSP其实主人保护的还是非常好 灰不算多 内部很干净 外壳也基本没有磨损 看到这摇杆帽 心情瞬间舒畅了很多 按键周围也是很容易集灰的地方 现在看起来和新的一样 PSP在当年也可以说是 集索尼黑科技为一生的设备 通过内部可以看出来 崇尚堆砌硬件的索尼 在PSP身上没少下功夫 硬件指标丝毫不马虎 不居合理 资料稳定 稍加保护当个传家宝 说不定你孙子都可以接任你的记录 继续玩下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点赞和转发 感谢您的观看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怀旧老物 这个这个蓝光好漂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